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是拍摄这部电影的一些幕后数据 从特集里面可以看到 共有两万多人拍摄了90多天 而且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做后期的 这个工程量也比较的大 其中还有各位主演们灰头土脸的模样 非常的真实 在拍摄爆破戏的时候 郭麒麟因为被石块扫到鼻梁受伤 其他的主角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完美还原出当时的状态 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力求做到最好 此外还有一组战损版剧照 主演们身上脸上的伤口 是各式各样受伤的妆容造型 是这一类战争电影里不可缺少的 毕竟在影编里 真枪实弹真打实摔 每个人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妆容能够反映出演员们的处境 同时也能够让观众认识到 在那个环境下面人们的遭遇 解放终局营秀 在光影和妆容方面都非常的精细 展现大时代下每个人的努力 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将观众们 带到当时的年代 来追忆缅怀和历史 这部电影是韩三平和李少宏联手打造的 再加上剧眼阵容 影片质量是很有保障的 而这支特辑也是告诉观众们 电影拍摄的不容易 以及主创团队们的认真态度 相信一定不会辜负影迷们的期待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